建議是直接先複製一個 因為如果你把那個舊字要刪掉 那可能就沒得練習了 因為你刪掉下一次 通通都變成不標準了 所以最好 把這個拖拉過來按Ctrl鍵 Ctrl鍵按住就是複製的意思啦 會比較快啦 不然你還要按右鍵 然後還要什麼呢 移動或複製 然後還要什麼 建立副本 然後還要放哪裡 太麻煩了 有沒有 你我教各位一個簡單就是 點住他不要放拖拉到後面按Ctrl鍵 他就自動幫你複製一個工作表 這樣會比較快很多啦 然後呢再來就是 假設我今天做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類似像這樣有一個增減體重的刪除 那刪除之後呢我今天希望留下什麼 留下的就是不標準的 標準的通通幫我刪掉的話按下去 全部按下去自動就全部刪掉了 這感覺還蠻好的 尤其我常常刪大量資料的時候啦 以前手動刪喔 你會刪掉封掉 還不如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一下子全部幫你刪光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首先 稍微了解一下邏輯啦 這個地方 如果你刪除 假設我今天刪掉 這一個 那 第一個就是也是跑回圈 回圈範圍是假設是4列到13列 這個是你要跑的回圈 然後呢也再來就是配合一個if if什麼呢 if K欄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 標準的話 那就是刪除 刪除的話 刪除什麼 刪除一整列 所以呢這邊會多需要學一個列的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叫row 加s rows Sales是儲存格 row Row 加一個s rows 刮符後面會有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是第幾列的意思啦 比如說你要刪掉第幾列 後面有個方法叫 點 delete 點delete就是 把那一列 比如說呢 rows 第一列刪掉的話 第一列刪掉就rows 刮符1 點delete 它就會第一列刪掉了 這個的話你們當然 如果要練習的話 直接比如說像我今天 刪掉 比如說我像 第18列好了 我今天如果要刪掉 你隨便找一個sample 那練習的話很簡單嘛 我建議可以有個簡單的方法練習 以後如果你對某個物件不熟 你可以檢視裡面有一個 檢視裡面有個叫做 即時運算式窗 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式窗 這個即時運算式窗 就是說你可以馬上看到結果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打指令 然後他就會 幫你馬上完成 這個即時運算式窗在下面會出現 比如說我今天要刪掉 這個第18列好了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rows 然後把握手 加S 應該沒問題 刮弧 他會問你說你哪一列啊 18列 然後做什麼 點 delete delete應該拼得出來吧 delete OK 如果你拼不出來的話 鍵盤上面有一個叫delete鍵 那個delete鍵上面有delete 這幾個字 這單字如果你拼不出來的話 你看一下 鍵盤上也有啦 OK 按個enter會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游標 是放在偶爾這個工作表 所以他會幫我把第18列刪除 有沒有發現 因為18列 其實他剛剛好像是合併 不過我們換一個 17列好了 17列 delete 有沒有發現 16列 有沒有 OK 所以你會發現第幾列 他就幫你刪掉了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刪什麼 刪第 12列的話 12列好了 劉曉華刪掉 Enter 不過你會發現 刪除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刪掉之後 12列 那 這個13列會怎麼樣 會地補上去 所以如果你 你從上面往下刪 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因為刪 它下面一直往上地補 你永遠都刪不到正確的位置 會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我試一下 你比如說12 Delete Enter 然後呢 12本來不在了 但是13會地補上來 那也就是說 特別是 以前我試過用刪除 那刪除的話 你一直往下刪 永遠都會刪 刪不到正確的 因為他一直刪 然後又地補 所以後來我發現 如果你將來要刪除的話 你乾脆 從下面往上刪 就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從後面 下面往上刪 下面刪掉了 不會影響上面的 但是上面刪下來 會影響下面的 所以我倒過來 所以如果說 像剛剛這個範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3 比